我是王坤 时光机摄影创始人 我很喜欢吃爆炒肥肠 但是外面做的通常比较油腻 我一般自己做 干净又爽口 首先卤制肥肠 取一锅水煮沸 放入洗净的肥肠 加香叶 丁香 桂皮 白纸 姜片 盐 煮约一小时 用筷子扎一扎肥肠 感觉肥肠变软即可出锅 将卤好的肥肠捞起晾凉 接下来炒制 将事先卤好的肥肠 切成两三厘米的小段 并将葱姜切片 干辣椒切段 蒜瓣切开备用 热锅倒油 油热后依次放入花椒 麻椒 葱姜片 蒜瓣 干辣椒爆香 然后倒入肥肠大火翻炒 加适量酱油 待肥肠均匀上色后淋少许料酒 继续翻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酌情加一点盐 肥肠在卤制时已经调过味儿 所以只需加少量的盐 出锅前淋少许陈醋 一份酸辣爽口的爆炒肥肠就好了 吃上一口油香味久久在嘴里徘徊 特别下饭 我们挑选肥肠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选油脂比较多的 这样的话吃起来肥肠的口感会比较好 而且会比较香 我们现在在城市里很容易买到 这种清洗的比较干净的肥肠 如果你们还想知道肥肠怎么样清洗的比较干净 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下美食台之前播出的臭豆腐肥肠宝 在制作肥肠的时候我会先卤制肥肠 除了加香料以外我会加一些盐 这样的话会可以让肥肠提前入味 这道菜最大的秘诀在于最后的喷醋 不要直接喷洒在菜上面 要沿着锅边喷洒 这样的话菜既不会过酸 而且会提香很多 我做这道菜特别好吃被他们都吃光了 抢光的特别好吃非常好 我都没吃到